哈喽猛鬼们大家好呀,欢迎收看砍猛电影,我是小凯 今天小凯给大家介绍一部悬疑惊悚片《在我入睡前》 故事开始,友荣从床上醒来 他惊讶地发现身边居然躺着一个陌生的男人 而且自己也完全不记得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随后他在房间里晃悠,希望可以让自己想起点什么 在房间的墙壁他看到一组照片 照片旁边还贴着不少的字条 根据上面的信息可以得知 原来那个陌生的男人叫铁柱,而且还是他的丈夫 就在友荣傻傻地看着自己手上的戒指时 床上的铁柱醒了过来 铁柱告诉友荣,其实他因为一场意外事故患上了失忆症 这种失忆症的特征就是记忆只能维持一天 第二天醒来他又会再次忘记昨天发生的事情 友荣听完之后当时就惊呆了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居然经历这么离奇的事情 眼见友荣的眼神里充满怀疑 铁柱拿了相册给他看 温柔地安慰了一下他脆弱的心灵 随后便急忙地赶去上班了 铁柱走后不久家里的电话响起 友荣接到电话后电话那头的人声称自己是友荣的主治医生 随后在医生的指示下 友荣在家里找到了一个被藏进来的相机 相机里记录着友荣昨天遇到的事情 不过视频的记录只能维持到铁柱回家的那一刻 很显然友荣并不希望铁柱知道他录制视频的事情 时间回到两个礼拜前 友荣在医院接受医生的治疗 医生经过诊断得知 友荣的失忆其实是因为多年前头部受伤导致的 友荣听完之后开始怀疑丈夫铁柱 他不知道铁柱为什么要对自己隐瞒事情的真相 也就是从那时候 医生开始让友荣用相机拍摄视频 把之前经历过的事情都串联起来 到了第二天女主像往常一样 在一脸懵逼的状态中醒来 然后铁柱也像往常一样开始给友荣解释一切 不得不说铁柱对友荣真的是真爱 之后友荣再次接到医生的电话 医生带她来到当年自己头部受伤的地方 并找到了当年发现友荣受伤的路人 路人表示 友荣当时全身光溜溜躺在地上 头部受伤流了不少的血 而且多年前的报告上说 友荣受伤前曾和人做过广播体操 友荣听完当时就怒了 我一个好女孩 怎么可能会随随便便和别人干这种事情呢 晚上回到家里 友荣拿着相机记录下今天发生的一切就睡了 第二天 友荣和往常一样来医生这里接受治疗 医生拿出一大照片给友荣看 当友荣看到一个长发女的时候突然激动了 他猜测这个长发女肯定和自己有关系 晚上友荣委婉地问铁柱 自己是不是认识一个长发女孩 铁柱本将把长发女的事情搪测过去 但架不住友荣的一再追问 只好拿出长发女的照片给他看 并说这个女人其实早已经搬走了 此时的友荣也更加觉得铁柱有点不对劲 睡觉前 友荣将长发女的照片贴在墙上 然后偷偷录下视频 告诉自己千万不要相信铁柱 第二天 医生再次给友荣打来电话 告诉他看视频 友荣看完视频后 结果发现墙上的照片不见了 急得友荣在房间里一通乱找 幸运的是 在一个上了锁的抽屉里找到了一堆照片 看着照片 友荣的脑海里开始出现一些曾经的画面 猛了一瞬间 他想起了原来自己有过一个儿子 等到铁柱回来后 友荣质问铁柱 为什么要隐瞒这一切 铁柱健壮也只好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他打言 儿子是因为患上脑膜炎而死 之所以对他隐瞒 是因为不想让他每天伤心 晚上友荣睡觉时梦到自己被一个男人袭击 而且梦中还出现了一个叫做麦克的刀疤男 第二天友荣在和医生待在一起的时候 发现医生原来就叫麦克 吓得友荣拔腿就跑 这时医生淡定的拿出注射液就追了过去 等友荣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床上 医生告诉他 之前给他注射的不过是镇定器 让他好好休息 不要乱想 第二天 医生将自己查到了长发女的电话号码给了友荣 友荣打电话约出长发女见面 长发女却说友荣的确有过婚外情 友荣一听原来自己真的对不起老公 再想想自己的老公每天都对自己这么好 情不自禁就录了一段视频准备感动一下铁柱 谁知铁柱得知了友荣和医生的事情后 立马就扇了他一巴掌 被打之后 友荣打电话给好朋友长发女寻求安慰 等他说到铁柱的事情后 长发女却说 他老公铁柱其实这几年都是一个人住 而且这几年压根就没有见到过他 也就是说 眼前这个人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老公铁柱 那他会是谁呢 就在友荣忙着在家里寻找真相的时候 铁柱突然出现将他迷晕 第二天 铁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 带友荣来到一个宾馆开房 在房间里 友荣终于想起了一切 原来铁柱才是那个迈克 也就是他曾经的情人 多年前的那一天 迈克想要友荣跟自己的丈夫分手 可是友荣就是不答应 结果遭到迈克的暴打 也就是因为那次受伤 友荣才患上了失忆症 这次 迈克带着友荣来宾馆 就是为了想要和他重新开始 关键时刻 友荣想起来自己的儿子并没有死 于是便拼死反抗迈克 经过一番搏斗 终于打晕了迈克 离开宾馆后 友荣报警将迈克抓了起来 等到友荣再次醒来 他终于见到了自己的丈夫和儿子 友荣再次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本片中女主角的演技 还是非常到位的 但作为一部悬疑电影来说 剧情还是略显不足 比如片中迈克的存在 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经过那么多次调查 医生和长发女 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迈克是假老公 前半部分留下的悬念太多 后面没能完全填坑 唯一不错的就是故事背景 还算新颖 是一部刚刚及格的悬疑电影 好了 今天的解释就到这里 我是小卡 喜欢记得关注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Mua